大家好 歡迎收聽《芒向編輯》的節目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1年2月4日 這裡有我身世難記的《義德台仰》 還有社長Raymond Wall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這次真是禍不單行 英國發生過什麼事呢? 竟然南非的變種都已經殺到英國 你本身在英國自己有一種變種 現在連南非的變種都惹到進去了 是啊 還有一件更加恐怖的 我們寫了南非變異新冠殺到 其實就不是純粹南非變異去到英國 而是本身在英國的變異 都開始模仿到好像南非變異一樣 這個變種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E484K 那很繞口啊 所以現在要等它出一些比較容易說的數字 或者說英文字母的命名呢 好像COVID-19那樣就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它有一個變異呢 就是什麼什麼數字 我們就會開始說回那個數字了 就不是想針對英國 也不是想針對南非 首先要先說清楚 這些地域性的字眼 一開始的時候是有的 但是改名之後就會不同了 那變異到底會怎麼改名呢? 我不知道 現在就在肯特棍 就發現了有十幾宗 這個E484K 然後在利物浦又發現了32宗 那南非那個變異呢? 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現在倫敦 West Midlands East of England South East 以及North West 那是幾嚴重啊 就是它就有些地方沒有的 就是威爾士那些就沒有的 那都很快去到那裡了 我相信 就是很快就擴散到全國了 他們其實就 因為沒有限制人口流動 嚴格來說是 就是他們說說有 但是實際上就沒有什麼 還有現在英國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情況 就是會變成這個新冠病毒的溶路 現在這個是Dr.Julian Tang說的 這個就是Hornary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那就是你聽到Julian Tang就姓唐啦 但是其實他是什麼人我是不知道的 不過他就說了 他說有可能變成這個新冠變異的溶路 就是這位溶路祖國 變成了幾種變異再混在一起 是啊 因為英國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們那個邊境一直都是沒有什麼封的 所以外邊一有什麼呢 他們的人又回到自己那裡也是惹到的 那你說為什麼英國不封關呢? 那其實他們那個情況也是跟香港一直是類似的 就是他們都是主要是做商業或者做金融 那有些哥哥就要飛來飛去的 那才找到吃的 那一個這樣的地方你封關其實就很麻煩的 還有它是有隔離的措施 但是呢 他們也都沒有做到一件事就是 好像我們這裡這樣 就是中央管理那些來到的人群 或者好像香港那樣強迫他們在酒店隔離 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做這些 英國比較難一些的其實就 因為他們那些科學家就說其實這些措施是沒有效的 很奇怪的 就是英國那些科學家我不明白他們 就是為什麼會說這些隔離設施是沒有用的 當其他地方隔離都是算是有效的 你不可以百分百清零的 但是是相對有效的 是能夠控制的 那可能其實他們有其他的考量 就是如果他們那個地方那個疫情是持續的話 他們研發這個 這個是我猜測的 我都不敢 這個要首先聲明是我猜測 而且是看到一些蛛絲馬跡說的 就不是陰謀論 就是如果他們要做疫苗 測試一個技術的話 他們那個地方其實一定要 一定要有那些病毒在周圍 才是比較容易做的 因為你的第三期數據 如果像中國那樣 就拿不到的 要靠巴西 它的數據就變成了 是的 因為那個問題就在哪裡呢 那個問題就是 唉 就是你如果 市面上是沒有這隻病毒流行 你做了一隻疫苗去測試它第三期的數據 那個數據就不是那麼容易拿得到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那個 那個牛精疫苗啊 還有爆炸輝瑞啊 再加大中華地區 再加上復星 他們那個數據為什麼容易拿得到呢 就是因為 就說不好聽 他們研發的主要地方就是 東西到周圍都是 所以數據比較容易拿得到 那現在英國這個情況就 他們那些科學家還是說 封關啊 限制人口流動啊 可以幫到少少手而已 他自己在說 嗯 嗯 那麼他說可能呢 已經有一大堆在 就是BNO祖國的人呢 已經是感染過這隻新冠的了 就是根本呢 就是感染過又沒有發病的那些人呢 在他們的身體那裡呢 其實有可能就會弄到一些變異出來 是 那麼弄到這些變異出來之後會怎樣呢 那真是不清楚了 那麼 E484K這隻東西呢 就跟南非那個變異差不多 那可能就會令到疫苗呢 就得到60%有效 就是60%有效 那個抗藥性比較強一點 那些變異 所以令到那些 它比較容易 又不是抗藥性 它比較容易黏到人的細胞那裡 因為它的spike protein是不同的 那個針刺蛋白 是比較容易刺進人那裡 刺進去 那就比較容易令到人病 就是這樣 其實肉眼看不到我只能夠 就是說得粗俗一點 形容出來 形容出來 其實我們都沒有見過的 只是這麼說 不過它那些科學家怎麼說 我們怎麼說 不過開始就有些很奇怪的東西 出來了 就是在這個英國就 那麼 現在之前就有一個測試呢 就做了的 那麼 發現了呢 就大概呢 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呢 染了新冠之後呢 他們的身體裡面呢 會保持抗體的 那麼 那個抗體呢 還可以 有效呢 大概是六個月 那麼 這個就是 英國的研究 那麼 2020年12月的時候呢 就大概 百分之八點八的 BNO祖國人口呢 就 其實已經染過新冠了 那麼 在倫敦呢 這個數字呢 其實就是百分之十二點四 更高 更高 比率都 其實呢 真的非常之多人染過的了 如果是這樣 是啊 這十二個百分之十二點四個百分之十 本身都已經有抗體了 都染過了 其實很多人都染過新冠的 因為 連那個 就是Top Gea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就是做 汽車的那個節目 Top Gear那個主持人呢 Jeremy Clarkson 那個很高的那個 臉很長的那個 鬼佬呢 他都中過新冠了 那麼他現在就 他就沒事了 醫好了 沒事了 他躲在家裡 隔離 他就 好像感冒 感冒那樣 好像嚴重的感冒那樣 那麼他就沒事 那麼他就 現在英國那個 就是發現那個感染人數 在蘇格蘭比較低一點呢 就百分之五點五 那麼其實 就是這件事情 也是跟外來那個人口流動 是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倫敦呢 多人流動 出出入入 非洲啊 南美啊 美國啊 其實那個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是沒有減少到的 沒有減少很多 不是說沒有減少到 就是他們的人是照坐飛機的 就是北美那裡 北美去英國 南美去英國 那些飛機照飛的 所以就搞到這麼嚴重了 那麼其實就 沒有辦法了 其實某程度上 是為了金融業呢 可以繼續走下去呢 有些人是走來走去的那些 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他們是需要的 那麼 這個也是 我相信他們都知道的 都要承受的了 就是這個 結果 其實現在 你說先 現在他們只能夠 盡量都是 用一些比較溫和的措施 就是現在其實都 相對於 中國的方法 其實就真的溫和很多 而且還說希望可以 而學校可以早些開 現在在講的 他們始終都是覺得 清零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一開始 其實他們已經覺得 不需要清零 因為他們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的 因為英國他們看自己的數目 美國人也是看自己的數目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那個生物科技比較領先 他們搞疫苗相對比較容易 和其他國家比較 那麼他們就用他們那個新技術 MRNA和牛津的腺病毒 再看 那麼現在 越多新的變異 出來了 那個 對他們的優勢就越大 更大 是啊 因為他們的MRNA 當有變異 可以很快速的修改 那麼另外 立刻可以推出新的 新的這個疫苗 是啊 反而這些變異的病毒 對其他國家 就更加危險 是啊 其實他們現在這個操作 其實是有點惡毒的 這個都很奸奸的 是啊 你看看我們這些地方 完全沒有得 根本上是拿不到疫苗的 我們這裡 坦白說 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打 問題就是一定要 英美這兩個大哥先打了 那還有牛津那個疫苗也是 就是它都可以 這個腺病毒再看 也都可以變得很快 所以有些人去 就是在香港 去攻擊這個MRNA疫苗技術 其實就某程度上 為國家添煩貼亂 我們之前都講過 解放軍都在做 是啊 國家都在做的 國家都在做的 其實國家是指導這個技術 都是很重要 這個也是未來的 一定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去做 整套東西一定要是國產化 所以有些人去 借一些醫去攻擊這個MRNA技術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 就好像很愛國那樣 但是實際上 其實對國家是有很多傷害 我認為是 你搞到一些人 將來 中國都推出了MRNA技術的疫苗出來 你較早前聽了這些人的宣傳 看了那類反對MRNA的文章的人 就會變得有戒心 反而令到中國那個疫苗 推出不了 我認為這種技術是西方的技術 是敵國的技術 敵國的技術 是啊 其實為什麼中國都要知道 就好像復星那些公司 要和BioNTech那些合作呢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要 大家都要有經驗去做這種技術的疫苗 因為這個世界呢 之後這些這樣的疫病會越來越多 因為第一全球變亂 第二就是今次爆了出來之後 它那個只是新冠的那個變異 已經可以很可怕的了 所以 大家都是在這個科學上面 做事去和這個病毒競賽 就不是國與國之間的競賽 這個是人類和病毒之間的競賽 那當然你說西方國家 它有沒有自己的算盤 它一定有 但是 就是中國人呢 就 有時候我覺得就是 默默地做回自己該做的事就可以了 還有你想一下整個大局 你去抹黑某一種技術的話 其實根本沒有異議 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連科興這隻疫苗都被人抹黑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政治上面的需要 為什麼特區政府 訂的是科興不是國藥 這件事現在有很多人在傳 就是說特區政府辦事不力才會訂科興 訂外國的東西 訂外國的東西也是假的 我們已經澄清了 有些人還在這裏強硬說不是 那 就是很坦白說 如果你說不是的話 你拿些證據出來 我們拿到 我們說得出來的東西 可以告訴大家 基本上特區政府一開始就是 首先購買疫苗的地方 就是中字頭的供應商 牛津疫苗 反而是遲一步才買得到 其實現實也是一樣的 其實香港的情況 某程度上是好過很多地方 就是它可以有後面 有祖國在這裏 祖國頂住 還有其實嚴格來說 醫學界跟英國那些人的關係不是差的 你說這樣就是通敵而已 那現實問題就是 香港 我都說過很多次 香港其實有多少人真的會信國產疫苗呢? 現在沒錯 網上有些企劃聲勢很強大 有些議員出來說 我除了中國疫苗之外 有什麼差的疫苗都不打 你問心那一句 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會信呢? 這個其實我自己都很懷疑 究竟有些人口口聲聲說 要中國疫苗的人 我認為並不多 這個是很客觀的 你感覺得到的 是嗎? 我認為是的 其實這次的問題就是 最初特區政府打算不准選的 打疫苗是 其實不准選 我認為不准選是好過有得選 不准選最好 總之有就馬上埋位 是的 我的看法就是 沒得選是好過有得選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要強行做一個政治議題出來 就是用疫苗來做政治事件 嗯 那麼 你沒得選的話呢 個個打了什麼都不知道的 只是在針卡那裡知道 醫療人員會知道 實際上呢 就不需要變成政治事件的 我認為這件事 但是香港很無奈 有 因為那個黃藍撕裂呢 實際上就會搞到 影響了所有的 影響了所有的 黃那邊呢 他就說只是要打 阿里斯康 阿斯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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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a Seneca 我講英文會容易一些 因為我的中文我都不太記得 就是Astra Seneca這隻疫苗呢 就對有些人來說呢 是有特殊的感情地位的 就是香港很多人亂嬰的 而這件事在英國都有的 就是英國現在主力接種的 就是BioNTech和Moderna 就有些病人 我們之前也有一次講過 就是有些病人 竟然跟醫生講 要英國那隻 我要等英國那隻疫苗 Await for the English one 有些人是這樣講 其實那些醫生 到了那個時候 已經出來出帖說 你不要將這些事情 變成政治化 這樣呢 對整個社會 都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但是香港很無奈 你看到就是 我們都抗衡不了那幫人 為什麼呢 就是那幫人呢 是要強力 令到香港所有東西 高度政治化的 你看得到的 他們是很推崇 台灣那種炒議題的模式的 他們將這些 這樣的惡劣 惡質政治帶來香港 過去2019年 應該8月9月之後呢 其實就沒有人呢 去支持這個特區政府施政的 輿論上面是沒有人說的 除了我們摩漢編執部之外 每個人都是罵政府做得不好 因為那個勢其實成了 反政府的勢呢 在2019年8、9月的時候已經成了勢 那時候習先生都力玩狂難不倒 習先生出來說 大家團結在特區政府的周圍 沒有人管 那些人會再調轉來解讀嘛 最賤格就是 第二天就說是習先生 鬧林鄭 暗示林鄭 做得不夠足 不夠好 什麼門面說話呢 用什麼說門面說話呢 中央來的嘛 用給面子 不是吧 他們就是這樣說 那現在 有些新消息的 關於疫苗 這裡講一點點 這個Astrasenica 剛才那隻銀針疫苗 是 英國疫苗 在瑞士 其實這隻Astrasenica 就不只是英國 英國瑞士公司來的 Astrasenica 那瑞士的 批疫苗的頭 就出來講 他說收了這個 Astrasenica的數據 他就覺得這個牛津疫苗 就不可以在瑞士使用 因為他說這個數據不夠好 瑞士就沒批准可以 瑞士就直接說不批准 暫時 這個是最新的消息 因為這個數據不到位 所以其實數據這些東西很重要 很重要 是啊 數據不夠好 因為這些不是研發國家 就算是研發國家 他都要看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是決定一切的 所以好像有些香港的朋友就說 為什麼不馬上買國產的 快快快買 說了幾十次 數據未來 然後又說 喂 這麼多國家在用 這麼多人打了 這麼都不想 我要跟大家說一句說話 這件事是現實的問題 香港有很多人覺得自己是一個在第一世界的地方 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第一世界有哪個國家批了國產疫苗 可以隨便使用 第一世界 但我很認真的地說 我不是想查國產疫苗 抬抬抬抬抬高西方疫苗 在目前看 沒有 目前 未有一個已發展國家批這個國產疫苗 這個是現實問題 如果香港 坦白說 香港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地方 你一政府未有完整的數據的時候 就立刻批評的話 就拉低了香港的水平 原來你是這麼嚴謹的 可以無視你本身既有的準則 其實很影響香港的形象 現在香港也沒有批評牛津疫苗 我相信香港也會參考瑞士為什麼不批評 現在還有一個地方叫挪威 挪威也是限制了牛津疫苗的使用 牛津疫苗就是不准在65歲以上的人打 這個就是牛津疫苗的使用限制 輝瑞 爆andtech 復星 現在那個數據來說是最齊的 以三期臨床數據來說 有些人說他們沒有三期臨床數據 這個是說謊的 其實輝瑞 爆andtech 復星它有一個優勢就是 它主力研發的地方 就是本土 就是疫情很嚴重的地方 所以它數據可以拿得很足 而且它現在是有很多人打的 在以色列都是打到爆了的 就是這一隻輝瑞疫苗 在以色列的研究發現了 它只這樣打一針 三個星期之後 那個保護力都是很強的 現在就是開始就說不一定需要打第二針 如果不用打第二針的話 那個供應就多一倍了 這個是以色列的數據 以色列呢 現在其實全國人應該都打了第一針 那現在呢 以色列公開的數據呢 就是90%的人 打了輝瑞 爆andtech 復星 九成的人 都是有保護力的 在身體上面 那現在不知道 那個免疫會 那個持續性會有多強 大家不知道 但是呢 很多科學家都認為 其實是要打第二針的 到現在都是認為 還有一件事 就是打了疫苗之後 現在是以色列的數據 打了輝瑞 爆andtech 和這個復星的疫苗之後 頭八天呢 感染新冠的機會是高了的 這個也要說回 就是因為那些人打了疫苗 那些科學家認為有可能就是 打了疫苗之後 什麼都鬆了 口罩都不理 是啊 所以 這些 打疫苗呢 最初的時候 都是要打口罩 做一些安全措施 嗯 還有就是 英國的問題 就是 英國現在就在做一個 舉世第一的測試 就是拌疫苗 究竟那些人第一針 比如第一針打 BioNTech 我不是科学家 但是据我的了解就是如果你这样搅拌一下 其实不是很行的 这个是营卜酒的 英国人现在就试这一样东西 试一下 可能可以的 可能被他碰到这个重点 搅拌完之后 一针辉碎 会有800个志愿者去试 那今年就打了辉瑞 然后再打牛津看看有没有事 现在有800个人已经会去试了 PNO组过的政府已经拿了钱出来了 一般都没有事的 因为那个出事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事实上 就是你相比起整盘数来看 真的因为打了而死的人 就是出事的人 都是那些老年长期病患的人 一般人是不会有事的 现在疫苗那里就说到这里了 记住一样东西 其实复星有些人就不断抹黑复星的 继续说复星这个是美国疫苗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很坦白说 疫苗就不要分国界的 我们经常都讲一样东西 你不要双重标准也都 就是中国的疫苗呢 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安全呢 我相信是绝对安全的 现在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认可呢 这一件事呢 可能是正常的 这个就牵涉到 这个软实力的问题 我们经常都讲的 就是这些东西是要慢慢做的 也都不要因为世人不认可而去好气愤 或者甚至因为世人不认可 就抹黑别人的那些东西 其实就没有意义的 人家不认可 做到认可为止 现在还有另一件事 关于疫苗 德国考虑着会在德国当地 生产俄罗斯的斯伯尼克的疫苗 现在还是考虑当中 但是为什么德国反而都 其实你可以看到德国和俄罗斯 大家的关系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 虽然在政治上有很多拗劫 但是交流上这两个国家 其实都很多东西都是走得很迷 因为俄罗斯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苏联时代 其实是很行的 如果以这个医疗来说 因为其实他们在苏联不同的地方 我现在要讲一下苏联那些东西 其实不关英国事 不过我自己有一些 就是乌克兰俄罗斯那些朋友 他就告诉我听 在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地方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产品 比如那种矿泉水 他们就用他们那些 就是医学的专家研究过 可以帮助你调理身体的什么病 就是这种矿泉水你买了 你喝了一天喝两三瓶 那就可以帮你调理一些什么 那它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产品 就是你身体有哪里不好 比如你要去 因为其实他们在苏联那些人 以前放假的时候 是会去那些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大浴场那些地方 是直接去放假的 又有按摩那些东西做的 就是去调理身体的 那当然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 但是以前的 就是我听我的朋友说 就是比较年纪大一些的人 其实他就说 其实这一方面的东西 苏联是做得好的 就是一般人的健康那些东西 它有个概念就是你未病的时候 就已经帮你处理一下身体的那些毛病 但是当然你说是否做得百分之百好 当然不是啦 但是他们起码有这个概念 就是你放假的时候 就有些水疗那些东西的 就是大浴场那些地方 给别人去放松一刻 那其实就很好的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其实这些东西就没了 散了啦 那其实你说 在东德的人知不知道 就是东德出身的人 知不知道苏联这些好东西呢 他们一定知道的 很清楚的 很多都在苏联底下 长大成长的人 但是我相信德国都会做一样东西 就是它生产之前 一定会做这个第三期的数据 俄罗斯疫苗 现在俄罗斯疫苗没有第三期的数据 它是不做的 直接推出市面 那其实这一样东西呢 某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 我认为 那它是推出得比其他的事实上 它是比其他的事实上 是某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 是的 没有根据程序啦 那好啦 我们这节就讲到这为止 我们下次回来讲其他的话题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